電視碼的部分 有一個地方剛剛有同學找到問題 就是如果2800 假設說它是消費圈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會有BUG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就變成有六張 你想說怎麼會有六張呢 原因就出在這裡 出在哪裡 我們把那個中斷點找到 那一定是在這邊出問題有沒有 else 因為它是小於嘛對不對 在這裡出問題 這個地方出什麼問題 我們再來試一次看 因為中斷之後再按一次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說2800有沒有 假設我今天是2800 然後呢除以多少呢 除以500 理論上應該是幾張 2800應該不能用六張嘛 因為六張就會變成要-200塊 所以應該是五張才對有沒有 那可是為什麼會變成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變成六張呢 其實到底在這裡 你就mark起來有沒有 其實這個VB的好處是說 它可以馬上告訴你答案 這個跟別的開發環境不一樣 別的開發環境是 你沒有那麼方便的功能 就是馬上看到結果 那怎麼馬上 就是說你只要把這個地方選舉起來 就告訴你答案 答案是多少 有沒有看到 後面是不是有個值跑出來 不見了 就是後面會有個值跑出來 就告訴我們是5.6有沒有 那5.6意思就是說 它會自動怎麼樣呢 因為它是數值 數值是integer integer是整數 整數是不能有小數點的 那如果有小數點它會怎麼做呢 四捨五入嘛 所以5.6那就變多少 就變6了 所以呢為了避免這個問題產生 避免怎麼避免呢 我必須要怎麼樣呢 不管說它小數點是多少 我就必須要把小數點去掉 所以呢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話有個函數 其實在esale裡面也用的到 就叫int函數 int函數就是叫做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也就是不管你後面小數點是幾位 我就把它捨去 那捨去的方式就是在這一行前面 加一個什麼int 刮補有沒有 開頭 在最後面呢再加一個刮補 好我們來試試看 其實這樣改的時候有沒有 游標你放在上面 這時候沒關係我們就直接執行 f8 執行完畢之後再把游標移過來 有沒有看到 它就變成多少呢 變成5了 也就是說它會無條件捨去 你有小數點的部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程式 假設說我這地方中斷 完成對不對 中斷點再去掉 去掉之後呢就直接執行 就達成我的任務了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地方我再直接 5 2 -100 一樣的問題對不對 就是 500的過了 可是200 200又出問題 為什麼 200一除 比如說 500的話就是2500 剩300對不對 那300的話呢 假設我今天300 問題又來對不對 那到哪裡呢 到這個地方 除以這個地方有沒有 一樣在這裡 直接在除的部分 除200的部分 在這裡有沒有 除200的部分 除200的部分 再跑一次 好 再跑到這裡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一除喔 等於多少 200 它有300嘛 300除以200 等於多少 1.5嘛 那按45個公式 1.5就會變成 2嘛 就變2張 所以錯誤就錯在這裡 那怎麼辦呢 一樣的方式 直接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加int 括弧 再 括弧 這樣不就解決了 這樣就解決 那這個地方 當然很多同學 老師那 好多函數喔 我怎麼 這些函數對我來說 簡直是很困難的事情 怎麼樣去理解函數 我上次好像給你們一個 網路上有分享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就是 所有VB裡面會用到的函數 包括它的說明都有 都有 都有 在那個 在論壇裡面有個檔案 叫做VB說明檔 就有所有的那個說明 或者是說 其實我們書上也有那個 一般重要的那個函數說明 這部分的話你們可以看一下 記得好像這邊也有 常用函式 在C之五 就是最後面有沒有 C之五的部分 以後呢 你們可以翻到C 最後面 有沒有 常用函式 C之 C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部分 應該是在 C之多少呢 C之四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C之四的倒數 1 2 3 有沒有看到 INT C之四 最後面有沒有 C之四的這個 有INT函數 另外還有其他的 這邊都是常用的函數 他有一些說明 這個也是一個資源 那 這部分其實 使用起來 跟那個eSale很類似 那其實你如果會 eSale裡面的函數 跟這個部分 用起來其實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所以這邊我只要修改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中段點再移除 移除之後的話呢 再直接執行 看一下結果到底對不對 沒錯了 現在應該2800 2900好了 試試看 按確定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呢 就應該不會有錯誤了 兩張 沒錯 所以程式的話呢 如果有bug 就是加一個INT函數就解決了 那利用剛剛我所講的中段點 就可以完成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